一夜七日三中早上的一个男子呢 想尝试一下 舌头舔钢管沸沸被粘住 没想到一舔这个钢管就被粘住了 所以紧急状况下 这个小伙子赶快打电话 向旁边的这个店里的老板来求助 老板接到电话之后呢 就赶快拿这个热水来帮他冲 之后呢 这个舌头粘住了就就分开来了 所以通过这个事件 也提醒大家 这个危险的动作千万不要模仿 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后他可能没经历过这么冷的天气 然后我问了你 我给你 我把你救养了 你怎么没眼睛 眼睛眼睛都不顺 但是我舌头都满了 所以天气太冷的话 因为这个钢管的传绑 速度呢 是非常的快 冬天天 钢管的话 会让舌头迅速的降温舌头上面的这个唾液或者水 就会马上节省冰 这样子这个舌头就会被冻住在这个钢管上面 后来看另外一个场景 就一个小女孩呢 吃这个冰淇淋呢 这个舌头也是被冻住了 你看人用这个热水把它冲下来 进来这个天气非常的寒冷 你看这就是又是另外一起 这个舌头被冻住的情景呢 所以这个舌头舔这个钢管呢 这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 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呢 这个冰淇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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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阿嬷 娃 E disability 呃 Nej 穿